好 大家看到27号下午点多左右 在台东市的加路兰休气区发生一起白色小客车 回转导致一辆小货车刹车不及直接撞上自小客车的车祸 那么蓝色小货车的驾驶表示呢 当时他正要开车往成功方向准备要回家 那么前面的白色轿车是突然的紧急回转 造成他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巨大的撞击造成了小货车副驾驶座车门来凹陷 小货车驾驶的妻子腿部受伤 那么整体的车祸事故发生原因 警方正在进一步的厘清 画面中可以看到小货车副驾驶座车门凹陷 换到另外一头白色制小客车 左勤叶子板和左后保险杆受到撞击后也严重回顺 27号下午点多左右台东市加入兰休气区 发生一起白色制小客车回转 导致一辆小货车刹车不及 直接撞上制小客车的车祸 蓝色小货车驾驶表示 当时他正要开往成功方向准备回家 前面的白色轿车突然紧急回转 造成他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而巨大的撞击造成小货车副驾驶座车门凹陷 小货车驾驶的妻子腿部受伤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 将伤者初步做减伤包扎之后 立即送医 而整起车祸事故发生原因 警方正进一步历清当中 切盘追台东市报道